然后我们来看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 却是战经 关于魔鬼的信心是指什么 与真信心的区别什么 我再次强调 我们在理解一节经文的时候 一定不要孤立来理解 看看作者在什么情况下 什么脉络下 说出这样的话 他谈到人的信心 没有行为是死的 然后说到魔鬼也有这种信 管知道该做什么 不做那不是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信是信从的信 真正信也带着顺从 真正信一定会带着行为的表现 我喜欢用人民币美元的 这样的类比来形容 一个人真正相信人民币 它的价值吗 你拿着是真币 你肯定会笃信不疑的去商场 拿着一百元的大钞去购买 能够购买一百 能够购买的相当于一百元价钱的那个商品 然后坦坦荡荡的去交给收银员去支付 但是你知道这是假钞 你购买了一百块钱不到的六十元 你去支付的时候 你心里也胆突的 甚至有的时候露了马脚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你真的知道 你就会在具体的态度 心思上 行为上表现出来 你真的知道 一定会在你的行为上表现出来 真信心是真认识 真知道 因着知道神的话 神的应许 神的作为 神的品格 我知道因此带来我的生活态度 情感意志上的变化 所以没有行为的 没有流露出来的 没有果子的 信心是假的 魔鬼也信 这个信就是指那个假的信 不是真的信 魔鬼当然知道上帝的存在了 知高者 神的儿子 你来是让我们受罪吗 比起法利塞人 文士 律法师 敬虔的人 最先知道神的作为的 认出神儿子的 其实是魔鬼 魔鬼借着西律 想杀死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 不要以为这纯粹是 人类社会里面的作为 实际上就是魔鬼的作为 想杀死耶稣 结果在神的特殊的护理下 耶稣得以保全 然后公开传道的时候 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魔鬼 他知道有关神的事情 虽然他不是那种全知 无所不知 但是魔鬼比我们更知道神 当然 有一些福音的奥秘魔鬼 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就不被把耶稣定施加了 他不晓得上帝的智慧 设定的这种 人看似愚蠢的 借着仇敌的智慧 使他们犯了愚蠢的错误 然后在死亡里产生生命 这种方式去拯救人 是神的智慧 所以魔鬼不晓得 他只知道害死耶稣的话 一旦死掉了 他就没有办法实践神的计划 结果上帝就借着 智慧人的智慧成就了 包括撒旦 借着那些卖耶稣的人 恨耶稣的人 包括撒旦 借着这些熟血气的人 去定死耶稣的时候 反而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 所以魔鬼他对神的知识是有的 虽然不是全知的 不是知道所有的事情 因为他毕竟是被造物 上帝如果不想他显明的话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曾经见过神的荣耀 毕竟是在神的面前 侍奉的使者嘛 天使嘛 后来堕落 所以他对神是有知识的 但是他的知识 并没有促使他去敬拜神 顺从神 尊荣神 爱神 反而是反叛神 所以他的信 他的知是没有命用的 是死的 这个信并不能救他 这个意思不是说魔鬼有救恩 在永恒当中堕落的 就永远没有机会 所以天使没有救恩 但是给我们这些人有救恩 所以在这里面说到了魔鬼 这种信呢 只是停留在知性上 并没有影响他的意志和情感 他的全人格 真的照着他所知道的去生活 所以这里面说魔鬼也知道 就你们这种信 魔鬼也有 但是他们确实灭亡 确实战警 因为魔鬼虽然知道 耶稣 却不投靠 依赖 确实战警 与真信心的区别 所以魔鬼的信 没有行为的信 其实就是假信心 这个我已经解答了 真信心带着敬畏 爱信靠 顺从 伟神 很重要的强调信赖 特别是基督徒的真信心 加尔文牧师解释到 真正的信心的一个特征 不是依靠自己 而是依靠上帝 在福音当中 所应许的基督和上帝的怜悯 人唯有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的神的怜悯里面 找到安息的时候 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 因为神借着应许的福音 借着他所应许的基督 基督里面所彰显出 神对罪人的怜悯 才能使我们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 才能得到罪的赦免 才能得到安息 所以信心真正的对象 基督 信心真正的依靠的 核心是依靠神的怜悯 神在基督里 向罪人所施行的怜悯 所以真正的信心 不管是知道神 而是依赖 依靠 依靠神的怜悯 依靠他的信实